农历年节将近不少人都会开始举办写春联活动 因此围在淡水的清水盐祖师庙也不例外 今天上午清水盐祖师庙里面人声鼎沸相当热闹 庙方请来十位的书法老师到庙里面来挥毫 要来赠送春联给前来参拜的信众 而庙里头挤满了民众来排队索取春联 而另一头祖师庙也发放了慰问金 要给淡水区内的低收入户 而庙方表示希望借此弘扬祖师爷济世救人的精神 淡水清水盐每年都有股份中低收入户的卫问金 今年台下有700个月的低收入户 淡水清水盐管理委员都有过去 有3000块2000块到1000块 共同有700个月 因为卫问金希望可以来大家 我去关心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低收入户的人 让这个社会可以进行温暖 庙方表示这次除了早来书法老师发春联之外 更针对区内700多户的低收入户 以及中低收入户 进行红包的发放 而每一户最高可以领到3000元的红包 对于庙方在年前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不少民众都觉得相当有喜气 感觉很漂亮又很那个什么 写出来都很好很好看 这是过年的特别来这边 对对对对对 尤其我们淡水集合了很多的大师在现场飞好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传统上的一种春联花放 到处挂满了春联 让祖师庙里面充满浓厚的过年气氛 而另外在现场还可以看到 庙方所准备的汤圆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 庙方表示 庙里面的钱都是由信众捐献而来 距离农历年春节只剩下最后的两周 借由这样子的关怀活动 祖师庙也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能够唤起更多爱心 让社会更加温暖 记者是段一带水采访报道 等一带步